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你说哇这个题目怎么这么长 不要担心 题目有的时候长 但是我们只要呢 把它读懂 转换成数学语言 有的时候它不会很困难 这个题目是这样的 某个城市呢 有50岁以上的居民 不少的人啊 是被这个三大慢性疾病所困扰 其中呢 罹患高血压 糖尿病高血脂 其中一者的呢 就占全市人口的一半 更仔细来看呢 有40%的人罹患高血压 有30%的人呢 罹患这个糖尿病 有20%的人罹患高血脂 而同时罹患呢 这个高血压糖尿病的人 占20% 同时罹患高血压高血脂的人 则占15% 那同时罹患呢 糖尿病与高血脂的人 则占10% 身为一位医师呢 今天你在帮一个50岁以上的市民 做健康检查的时候 发现他同时有高血压 高糖尿病 还有高血脂的几率是多少 哇哦 这个题目呢 很酷 而且呢 跟你如果假设啦 当一个医师 是有一点点关系的 不过 重点是要先把它转换成数学语言 我们尝试呢 去解构这个东西 因为呢 这都是跟集合有关 我们假设呢 城市有这样子的一个人口 就是全部的人口呢 像是这个长方形的区块 而这当中呢 我们知道 有40%的人 怎么样呢 他是罹患这个 所谓的高血压 所以我们来画一下这个图 40%的人呢 他罹患高血压 我们把它叫做A族群 A族群呢 就是罹患高血压的人 那再来呢 有30%的人呢 他罹患了什么呢 这个高血 这个糖尿病 糖尿病 我们这样画一下 这边呢 是B族群占30% 这个B族群呢 也就是得这个糖尿病的人 得糖尿病的人 那再来呢 有20%的族群呢 则是得这个什么呢 20%的人 我们写一下 得这个高血脂 就是呢 血液里面的脂质或脂肪呢 太多了 高血脂 好 那他现在又告诉我们说 同时罹患高血压糖尿病的人呢 则占20% 所以这中间呢 同时两边都罹患的 就是呢 A跟B中间这个交集 其实占20% 然后呢 同时这个高血压跟高血脂 也就是A跟C之间交集呢 这个则是占15% 那最后呢 同时罹患糖尿病跟高血脂的人 也就是B跟 这个B跟C之间呢 同时罹患 则是占10% 好 那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咯 这个地方啊 我们就可以用什么 取舍原理 来处理我们要的问题 因为呢 题目问的是 同时有高血脂糖尿病跟高血压 呃 的这个几率 是多少呢 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 也就是说呢 A交集B 交集C 我们在问这个东西的几率是多少嘛 对不对 好 我要问这个东西的几率是多少 好 也就是要问这一块 好 可是我们现在有的东西是什么呢 我们还有一个资讯是 这三者至少罹患其中一者的就占全市人口的一半 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是说呢 诶 P 患A疾病 或者是B疾病 或者是C疾病的 这个P的几率呢 是多少 是一半 一半也就是百分之五十 那这个几率呢 我们学过取舍原理 它的内容是什么 是A加 PA加PB加PC OK 减掉呢 PA交B 减掉P的A交C 减掉PB交C 最后就是加上我们要的PA交B交C 好 我们发现呢 这个是我们要的东西 那前面其他的呢 我们都有了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处理掉 每一个数字都给它写出来 所以A发生的几率是40 然后获得糖尿病的几率是30 然后呢 有百分之二十的人 有高写值 然后减掉呢 这边二十 减掉十五 再减掉十percent 好 然后最后呢 就加上是我们要求的这个东西 那我们计算一下 就发现二十跟二十消掉啦 这边呢 扣掉二十五 这边呢 是加三十 所以这边只剩下五趴 所以这里就等于 四十五percent 四十五趴 再加上呢 P的A交B交C 所以你发现一项以下 一下就得到什么 P的A交B交C是多少呢 A交B交C 就会等于五十减四十五 好 所以呢 其实就是百分之五了 只是这个空间呢 有点小 我们稍微移过来一点 答案写上来 是等于百分之五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几率的什么 取舍原理的引用 那大家要特别特别注意 三个事件的取舍原理呢 东西常常会特别长 但是也很常会讨论到 而这是生活当中 你会遇到的实际问题哦 在小狗 我喜欢这个 如果能看起来